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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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問題呢? 其實這個報導我覺得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有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準則去教我們之後去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中間的信息比較混亂的 就算到我們現在節目做的這一刻 我都還沒搞清楚你究竟這個世衛是想說什麼 先介紹一下 這次講的代堂就叫阿斯巴田 其實在我們人類去做一些不是碳水化合物而帶甜美的東西 你知道了糖精那些什麼MSG那些 這些味精糖精的東西我們就很忌忌的 我們很懂得去避免的 甚至乎你去外面買飯吃 你見過泥湯人家還要寫不含味精泥湯 都要刻意寫到這樣的 大家就對於那些味精就很懂得戒備 除了就是因為它對於味太重 令我們很口渴 大家也都很容易聯想到它會引致到致病的 的確在研究譬如說那些薩加林立糖精 Saccharine那些MSG這種糖精的歷史裡面 我們看到會令到老鼠它的膀胱生癌 如果那個劑量很高的話 如果人類吃到劑量那麼高那些糖精就不是甜的 糖精就這樣吃是苦的 是啦是啦 會開稀才甜的 是啦其實就算很多的糖 很多這些這樣的代糖都是 那Aspatine就相對的甜度就沒有那個 Saccharine那些MSG那些那麼高 但是它就成為了 就是繼這個糖精之後 就叫做登上了最受歡迎代糖的地位 是啦是吧甜的 因為它的發明都相對比較早 用都比較廣泛 大家想想一下可樂產品也是的 最初原版可樂出的第一款的減肥可樂版本 就是dai coke dai coke裡面用的代糖就是阿斯巴甜 它的甜度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台長 如果你有這個版面你大約看一下 它等於那個正常糖的甜度 是否都比正常糖甜200倍 好像都說的 180至200 是啦 那就是大約是這個數字了 那這些東西我就算在大學讀的時候 已經會讀到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它就說到就是說 它不是完全沒有熱量的 但是它的熱量很低的 就是Aspatine本身它是 一種這樣的化學結構 我們身體都可以由它去拆開它 拿一點點能量出來 但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當時我記得dai coke它不是零卡路里的 它是一卡路里的 它那個標榜是 那就是飲樂中不喜歡見仁見智 但是一直發明了這個 由阿斯巴甜做的飲品之後 當時我們就給了一個數字出來 就是說你如果每天喝超過一打 保守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六十公斤的成年人 你每天就不要喝超過一打的冠狀 那就是要喝超過一打的冠狀 有哪個人會做到這個紀錄 聽說是不非特 可樂上癮的人做到 那絕對是 甚至乎我聽過有人是 因為厭食症什麼都不能吃 原來只喝可樂可以的 那天天就要這樣喝 但如果天天這樣喝 你要拿糖分就不會喝dai coke的 你就要喝正常可樂的 那一天十二罐我又不是太難想像 但你說如果一般我們正常認識的人 很少會是這樣 你每天喝 你說偶爾喜歡一天喝十二罐 我都覺得你每天喝 三天六十天喝 你喝十二罐 而我們的飲食其他來源 就不會太多機會接觸到 除非你有吃那些無糖香口膠 你喝的可樂之餘 你又吃很多那些無糖香口膠 那裡面的份量也不多 那才說有可能有點危險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他很有趣的 提升了境界級別之後 他就沒有再給到一個數字 那究竟我還可以吃多少 但我就找不到一個新的數字參考 之前你說十二至三十罐 叫ok的 不要超過這個十二 或者不要超過這個三十 那現在是多少呢 他就沒有說 但是他就說似乎就是 看到他可以跟癌症是有關連 而很活該死的一件事就是說什麼呢 現在這個是一個關連的現象 就是他是從那個關連到似乎 是比較有意義地高 就聯繫到就是說他致癌 但是為什麼他死都不說說吃阿斯巴田 最後致癌呢 那個原因就是因為他似乎 沒有找到那個致癌的機制 其實大家想一下呢 在禁煙這個故事裡面呢 也都是拖了很久的 從最初說什麼吃煙會生癌啊 但是你會發覺就是 嘿未必的 你看到一些人生癌 可能是因為其他原因而已 而那些煙草傷和科學界和公眾和政府幾方面的角力 其實我想如果台長你想起來也是 由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二千年呢 那個我們是真的等到比較近這十幾二十年的時候 才可以很硬正這樣說吸煙會致癌 那這個是連戲都拍過啦 Albertrino和Russell Cole 就說他Russell Cole在那個實驗室裡面已經確認到這件事 但是公佈不了 報紙不敢霸 但是我覺得這個又是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會這樣看啦 致癌的不止香煙的嘛 還有我更加重要的是 你是要從一個最微觀的層面看到 他致癌的機制在哪裏 就是說你那些由煙給出來的成份 你很肯定那些是吃煙才有的成份 你可以說是焦油 可以說是其他很多複合的碳氫化合物等等 這些東西 他怎樣去影響到你和你的身體的細胞裡面的DNA相互作用 令它產生變異然之後就變成癌症呢 原來這個過程最後就是經歷了很長的抽屎膜過程 最後就是令到大家都無可辯駁 所以其實你說以前我們小時候看就是 吸煙危害健康 到頭來你直接說那句slogan 吸煙可以致癌 吸煙會導致早產 吸煙會導致生母難 是啊 是啊 那這些最後你說得到這句 背後就是你要逼到煙草箱肯在盒上引這句 你要給出來那些科學證據其實是要很多很多的 甚至是說inconvertible 就是不能夠辯駁的 但是這個這樣的確認是可以用科學方法去做的嘛 就是說有些人吸煙有些人不吸煙 吸煙了之後是怎樣的 一個control experiment的手段 現在你說說回來我們阿斯巴田的這個例子 我想現在很在等一步就是說 你有沒有能力真真正正找到一個 你看到那個阿斯巴田 怎樣去跟那個身體的細胞 跟它在哪一部分介入了一個相互作用 令到它有基因變異然後致癌呢 我想是沒有這個答案在那裡的 現在暫時是由統計數據找到 所以由這裏就是說 它找到一個關聯 甚至乎是連那個究竟給一個合理的份量 也都不再給出來 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所以現在你要猜 哇真的就這樣猜真的不知道 但是又很有趣了 我不知道台長你會怎麼看這件事呢 你會不會認為這些事情 會對於可樂公司很大的影響呢 當然沒有啦 傻啊 人家都做了 我可以這麼說 這件事是跟政治有關的 因為這個前美國國防部長Rumsfeld 其實就是這間公司的一個高層 但是這件事已經是幾十年前了 他不做國防部長之後 因為他做了兩次的嘛 他第一任之後他做過這間公司 就是跟這個生意有關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 你已經不需要用這個產品 是 你有其他產品嘛 在這個時候才爆 那個意思就是 人家都找夠了 人家已經找到 有另外一件事 可能我不知道是否安全 可能都不安全的 但anyway就是那件事 這個社會組織沒有吵的了 現在是可以代替了以前的產品 所以 是的 而大家也看到 就是 就算他真的下了架不賣 Code Zero Code Zero 裡面就不是用Aspatite 如果你看那罐Code Zero上面寫的成份 它有兩種代糖在背後 那一種叫做 那一種叫做 Sucarose 就是 跟借糖的字是很相似的 但是它也真的是 化學分子是由借糖到改出來 從而令到你的身體 是感受到那種借糖的甜味 但是也不能夠分解到它 然後就把它拿出來 另外還有一種 它的名字比較複雜 叫做 有個K字尾的 它是 Ascene Ascene 接著就有個 隔一隔就有個K字 其實它是一種 好像 甲鹽的成份 很有趣的 但它沒有聽過鹽字 以為是鹹味 但是它就會給出一個甜味 是兩個配方的適當比例配合 給出一種比較自然好喝的甜味 就是那個Code Zero 背後的其中一個技術的關鍵所在 從這裡你可以知道 已經在市場上面 已經大行其道 除了用Ascene 這種代糖來做的減肥可樂產品 已經有Code Zero 香港我不知道有沒有曾經賣過 就用一種叫做天然的成份 叫做 Stevia 一種是由一種葉裡提煉出來的 天然沒有卡路里的糖 Stevia 這種代糖給出來的可樂 也有出現過 其實你可以 有機會每個都試一下 你會發現 那個預備口感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怎樣也好 你現在看到就是說 有其他 未受到這個 世衛關注的代糖產品 就已經繼續是大行其道 會不會那些更加是致癌呢 其實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這裡我覺得都要給多一個 剛剛這個星期 同時都是世衛公佈的資訊給大家 就是說 大家不要認為 去用這些代糖產品 就對於去減肥真是很有用的 那麼原來 他都是純屬一個統計來的 就是發覺 經常使用代糖產品的痴肥人士 對於改善他的痴肥現象 幾乎是沒有什麼用的 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這裡也都可能 講一下 分享一下一點點就是 我自己對於很多 年輕人的那些減肥經驗的一些觀察 很有趣的 你為了想減肥 你用很多這些代糖的產品 無論是提神飲料 或者是那些 譬如這些汽水 全部盡量有代糖就用代糖 但是不要忘記 用代糖的意思就是 希望將你原本想吃下去的糖分 就用這些東西代了 令到你不要吃多了糖 但是很有趣的 尤其是身體就是 你因為你沒有吃到糖 身體就對於其他的糖分那個需求 就會很高 你會不小心吃飯吃多了 你會很容易吃甜品吃多了 而且吃的時候 就可能更加是難以節制 就是可能 我聽過真的有些人的親身地去說 就是我好像 就是越是用那些這樣的代糖產品 最後呢 我吃起甜品上來 還狼吞苦言了 吳戈爾還吃多了 其實就是這條數打勻了 最後就令到沒有好處了 所以你用的代糖產品 除了你真的很有紀律地 你連最後那碗飯都不去多吃 就是你要控制著那個份量真的不太多了 否則就是你餓糖 餓得來 你對於其他那些 就算不是有甜味的糖分 包括一碗飯 包括一堆肥膏 你那種渴求是會高了的 所以就是最後為什麼會出現世衛的結果 就是去研究發現 用代糖產品對於去舒緩這個肥胖 是沒有幫助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原因在背後 但是我們很難的 現在你不會吃每一樣東西 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是 是 是 那些這樣的terms 那不要怪其他人 我看得很辛苦 一時讀都未必懂得讀 那是什麼 那難道你說 每個人都想去找一下維基百科 是不是 不過這個代糖產品 其實我們從新我知道了很多年 但是你說我會不會故意說 叫人不要 我覺得是你自己的節制問題 那你說到你一天堆這麼多杯 那不要說有沒有害 這個行為本身其實都有問題 你堆了十幾杯可樂 那我覺得就是一種病態 但是聽聞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是很普遍的 是 是 是 因為那裡買汽水是很便宜的 是比水便宜的 所以那些人就這樣喝 就是這麼說 真的住過美國的經驗告訴你 你是有方法買汽水不用錢的 因為你只需要每個星期 在那些這樣的宣傳報紙上面 剪的那些kupon 你買了之後回來 你拿了一張單 連一張kupon寄去拿rebase 最後是100%rebase 就是有的refund給你的 那最後你那大堆汽水 最後是等於不用錢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個是陰謀來的 其實一直在捱那些人去喝這些有糖的飲料 那就搞到那個人肥了 那個人肥之後又買些代糖 這個是循環來的 算了 這個都不是科學新知的範圍 這個應該是神秘知識的範圍 我們將來有機會再在神秘知識講 好了 那我們四節完成了之後 我們就要去到這個科豪戶益錄了 咳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就要來看這個科豪戶盤錄 我們就要來看這個科豪戶盤 我們就要來看這個科豪戶盤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